大風大風 謝謝阿風 其實我今天是第三次到焦點 一年前第一次 上個月第二次 在上個月來的時候我就告訴我自己 我下次我要報九分鐘 那我非常的感動就是說 在這邊看到大家的活力 而且大家那種連結出來的那種 我覺得很激勵我啦 儘管是每天真的是忙到不行 操到不行 那我今天呢分享的 題目是我的文學大夢 那我這個今天的PowerPoint 准改到凌晨大概三點 今天凌晨三點 對 才做最後的訂稿 那等一下喔 好緊張欸 雖然在Red Room裡上台二三次吃還是好緊張 對 好 那個我剛剛兩分鐘有提到說 我是來自西羅鎮外大家當的姑娘 其實我們家是在 不是在鎮上 所以生活大概可以大我二三十歲的人 可以跟他們共同分享童年 那我會覺得我從小到現在 就是從原始生活進化到文明 那再來我是六年三單 那個十八歲不小心就是接觸了一個宗教 那人家說要吃素 我說嗯好 我不會餓到 我們隔壁的那個他說 喔他要普度眾生 所以他願意發願吃素 我就這樣不小心吃了素到現在 也是這麼一大隻 那再來不好意思 因為我喜歡用紅塵黃綠藍墊子 所以那個顏色有點那個 不好意思好啊我兩個小孩的齁 好 民國八十一年就是一腳背書來到 勇闖天龍果 那我是念文化加正系 那時候因為我很多堂哥堂姐都在板橋 那因為佛堂在松山 那後來畢業之後我到北投 那從一腳背書到一大間房子 一個人變四個人 現在十大卡這也載不完我家的東西 對 那大學畢業前呢 因為我們那個年代啊 大部分都是手寫 那偶爾同學就是會幫我打字 因為有的包括要打字的 我只會剪貼跟影印 但是我現在是網路的中重度使用者 所以我還不敢用智慧型手機 我怕我會變成嚴重重度 那再來介紹一下我們家四個人 我住在男生宿舍 我老公是我的高中同學 我的兒子叫大寶 他已經小學六年級比我高了 那小的叫小寶 才三歲多是媽寶 我這禮拜經常跟他混到一點兩點 那第二個我覺得最自豪的是 因為對文學的熱愛啊 我從大學畢業之後 才有經費 才有辦法去參加所謂的文學營 所以源自大學我混了好多年 因為他們一直在那邊辦 那我已經連續17年 目前好像 就上一個大根因為已經病走了 所以我還在創紀錄中 那另外就是我愛大自然 就是我們家不小心買的是在一樓三邊 那之前還有淹過水 水從門縫這樣到我家辦日遊 害我掃得快昏倒 再來這個是我的學經理 我是一位出生 滿月就兩歲 那我就在田野中混到上小學 我同學說我有讀過幼稚園 可是我記得我是去去算是試讀吧 他們畢業照說那個人是我改天要找找看是不是 那我們在西羅偏鄉叫大興國小 是大邪東跟新宅的合體叫大興 那一個年級只有一個班 我這一次過年回去 同學說差一點那個要廢校 因為人數太少 那再來的話就是我念西羅國中 當然是純女校的 那抖六高中 因為家女沒考上 下一個好像是私立的 我沒辦法念 所以我到抖六高中 那一下轉自然組 就遇到我現在的老公 那我就一路念到大學 大學 我是家政系末二代 現在已經改名叫生活運用科學系 那之後一畢業 我本來因為文學 想要從事兒童文學創作 我跑去兒福系修 結果我一到那個當教師被小孩嚇死了 我就趕快落跑 那之後到那個電信外包商 就開始體驗人生白胎 之後又在榮總啊 在當醫學會秘書 到後來不小心就到我現在的工作 那我會覺得說 每一個生命都有一個債出發 我今年要爭取那個環島勇士 那我還有很多恩把刷子 比如說素食料理 因為我不會餓到嘛 那也就是吐司機的達人 所以剛剛有肚子餓 有吃到我吐司的人 那是我們家胖妹跟胖妹要做的 因為我兩台吐司機的名字 那我為什麼會走到這個不貴路呢 因為上小學開始試制啊 我覺得就是能看得出 一直看一直看 那我覺得一路都是靠他人的文章 未養長大 來認識這個世界 那時候看到很多 就是國中看校看 啊同學 他寫的也沒怎麼樣嘛 那我什麼時候我的字也可以 那我就國中畢業 開始寫日記啊 所以就 雖然說現在有時候回去 不好意思給我兒子看 他有時候很想看 那時候我就搞不清楚 那上面是誰啊 那時候的文筆怎麼會寫成這樣子呢 那因為養成聽廣播的習慣 我覺得可以一次一心多用 那我大概目前跟寫作相關的獎牌 只有在我大學時候得了一個佳作 那前年因為帶小孩兒寫了一篇也是得了佳作 那在我的創作進化啊 就是我覺得反走過必留下痕跡 那都是為了未來的鋪陳 那經典藝術文學 我覺得很多東西生命的本質都相通 加上國內外古今中華我覺得都是一樣 那我覺得不斷的透過自己在生活的體驗 跟身邊的客戶朋友的分享 我覺得真的很精彩 那我現在比較常寫是跟工作相關的專業文章 那我覺得兩個人聊天齁 只有對方能聽 變成文字齁就有些人都看得到 但是透過網路我覺得他的分享是無限的 那那個因為我很想出書 但是真的沒時間寫 那我所有的書名都在那個我的部落格上 只是現在時間的關係 我就大概有空再去我的臉書上 那再來的話 其實我今天很感動就是說 我也是屬於小時候是家府的個案 那我現在有的能力來回饋這個世界 還有就是喔 因為我兒子幼稚園跟我說 媽媽你不要那麼兇 他就很怕Monster來把我抓著 因為我真的在家很兇 那我就說那媽媽健康活到19歲 當泰州罵好不好 他就說好 因為他說那個彭祖200歲就會被鬼抓走 所以他叫我不要活到200 120歲霸吉嘛 講霸吉 所以19歲當泰州嘛 那再來的話 我覺得永遠相信人性本善 我相信這世界很多的真善美 是好人還會遇到更多的好人 那最近就是一個個案我覺得很特殊 因為我前幾年開始因為去灌畫廊 那不小心想說每年都去那邊白吃白喝啊 就是參加開幕茶會 那最近他們有開一個叫做藝術鮮賞 就是中國書畫的部分 我想啊終於可以付錢去了 那我就付了錢去 結果就認識一個歐洲彩繪器的收藏家 那那個他們家在天母那邊其實是豪宅 他就願意去分享他的東西 我覺得我何德何能可以認識 這樣子一個社會地位的人 他家的收藏品大概破億吧 那再來的話我對我而言我覺得得之於人者太多 我出資於集者太少 我又就是給自己的服務人的一個機會 那我也是誤打誤撞 從來沒想過我會走入金融保險業 那我會覺得說我覺得 嗯未來可能上天都會排你自己的一條路 那支持我繼續在這份工作被客戶折磨 被助理折磨被小孩折磨 那我覺得這都是一些寫作的資料 那嗯 我常去書院上課 我常聽老師談到一句話 他說那個痛苦是深度的呼喚 就是你生命深度的呼喚 那我會覺得說雖然都是在痛苦中成長 但是我盡量就是樂觀的去面對 那再來的話就是生活中 其實一大堆那種狗屁倒灶的事情啊 那我會覺得說只要順著你的人生的河流走壁 逆流更順暢 因為我常常蠻喜歡去上課的 那我也不知道我接下來會再遇到誰 我會跟誰接觸 那再來的話就是說隨緣盡本分 因為很多的故事很喜歡跟大家分享 但是因為要回到現實面 我們的整個千萬的房貸的兩隻小犬啊 那我們家兩隻貓喔 現在剩兩隻對 還有跟老公一起打拼 期待能多幾出時間來寫文章 嘿 想看我寫什麼呢 等於有人要爭稿 你要我寫什麼題目跟我講啊 題目給我就可以寫給你嘛 因為我覺得就是因為我們 人家的分享我們成長 然後透過我們的分享大家成長 好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